各位官員,大家好,主席,請一下李部長,王署長,還有銀建署,許代理署長 委員好 部長你好,王署長你好 大聯盟的投手啊,是投一修士 我們的情治單位首長啊,招引社是三天一次 這已經啊,不是體力問題啊 這是操守問題啊 更代表的是台灣啊,監聽泛濫的問題 那這監聽泛濫的問題啊,造成王署長啊,遭到銀社,深受困擾之苦啊 部長在推動政務方面啊,也因為是否啊,是遭逢政敵的攻擊啊 而銀社的,這樣的一個週刊的報導啊 部長也深受之苦啊 那我們現在,對於這樣一個監聽泛濫的問題啊 他不只是,院長,部長,立委啊 四級小民的切身之痛 他更成為啊,我們台灣啊 民主人權的一個啊,沒有保障 以及政治品質低落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打擊政敵,就透過監聽的資料,來影射,來攻擊 這啊,對政府官員,對民意代表啊 對政治的品質啊,都是一大傷害 那很可惜,部長跟署長啊 今天,都是咬緊牙根啊 不肯針對這個事情啊,發表自己的看法啊 部長,你還是沒有意見嗎? 署長,王署長 你也遭到影射,深受困擾之苦嗎? 不,我們只是希望,如果依法監聽的案件 監聽案件全部合法 那監聽所得,當然不應該對外面有任何的 在台灣的,這個法律制度之下 監聽制度之下 你們遭到監聽啊 在形式上都是合法的 好,那個,王署長,你先請就座 部長,我今天,主要的問題啊 還是關心我們民眾的一般生活 那我們對於啊,我們目前的電梯 跟啊,汽車的,這種升降機的安全啊 在最近,屢屢發生重大的事故啊 我們要來做一個,更進一步的探討 我不曉得,部長知不知道目前 全國的電梯啊,總共有幾座 內政部有統計吧 13萬多 13萬多 那,超過15年以上 超過20年以上,我們有做一個基本的統計嗎 各縣市政府,我們正在發文統計 目前也已經發文啊 各縣市政府趕快查 把這個整個的查處 報,資料報告 電梯的使用啊,因為它長時間的使用 再加上它的一個使用的頻率 都會對於啊,電梯相關零件啊 造成耗損啊 以及這個保養安檢的相關的問題啊 我們看到這幾年來,九年來啊 就發生了,大概很多件的這樣一個電梯意外事故啊 都至少造成九個人死亡啊 多人受傷 以及啊,多人受困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升降梯的,電梯的這樣一個使用連線啊 我請教一下署長 它使用連線是多久 原則上沒有嚴格的規定 怎麼沒有嚴格規定 行政院有頒布一個固定資產耐用連數表 升降梯設備就是電梯啊 它的耐用連線就是15年嘛 高雄不久之前所發生的這樣一個悲劇啊 它的使用連線就已經接近15年以上了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啊 那,其實各地方政府啊 對於這樣的一個電梯的 老舊電梯的使用啊 他們有分層的列管 那高雄市是針對15年以上 他也是啊,加強抽檢啊 抽檢而已 那台中市政府啊 是20年以上啊 去加強抽檢 那我現在要請教部長就是說 我們啊,是否應該針對啊 全國的這些老舊電梯啊 不管是5年以上,10年以上,15年以上啊 我們要進行啊,一個統計 就是說列管這些老舊的電梯啊 而且每年啊,要針對這些超過10年 15年以上的電梯啊 來進行安全檢查 這個請這個部長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電梯啊 是要求每年啊 要安檢一次 每個月都要做啊 維修保養啊 是 但是安檢一次夠嗎 如果它是使用超過10年 15年以上 安檢一次夠嗎 這個請部長說明一下 我想這個細節我還是請署長回答你 好 這個基本上是由這個管理人啊 也就是像有公益大廈的管理委員會啊 他去辦理 那我們當然原則上這部分是監督了 那剛剛李委員所提的啊 年限比較久是不是加強啊 這個是我們的 好,部長我有個具體的建議啊 我們現在自用小客車的它的這樣的一個國內汽車的檢驗啊 它是有分階段分級的這樣一個增加驗車的次數 就以自用小客車為例 你心靈牌照之後啊 出廠5年之後 到未滿10年啊 每年至少要檢驗一次 10年以上啊 要檢驗兩次 那我現在就是希望啊 我們對於國內老舊電梯啊 我們至少啊 要在5年至10年的這樣的一個階段啊 至少每年啊 安檢一次要提升為兩次 15年以上啊 要提升為安檢三次 從原本的一次來提升啊 這個請部長說明一下 是否我支持這樣的一個政策的走向 加強安檢 不再是一年一次而已 而是 這個超過5至10年啊 就要從一次提升為兩次 超過15年啊 就要從一次提升為三次 加強安全檢查 這個請署長導呼一下 好,這個 就是高雄市的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其實我們驗署也蠻重視的啊 那我們馬上 先啊 趕快啊 就是 來這個補相關 我現在說的就是加強 對 分級的 那現在 這樣一個安檢次數 我們現在就是 我不是抽檢哦 對 是你每超過5年之後 你就是一次變成兩次 超過15年 你就是由一次變成三次 加強安全檢查 是,跟李委員報告啊 那麼我們馬上請啊 各直轄縣市政府 將所有電梯這個 先統計 先統計 如果確實啊還蠻嚴重的話 那我們請縣市政府來 我現在先提到 你知不支持這樣的一個加強安全 部長支持啊 支持 希望署長去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另外一個就是機械停車位的安全啊 也屢屢發生問題啊 那全國大概有幾個機械停車位 內政部有兩萬七千個以上啊 兩萬七千個機械停車位 那在這幾年來啊 也發生多次的停車台陷落啦 踩空掉落這個機坑啦 上層的車位塌陷等等啊 也造成很多的傷亡啊 跟安全勘慮的問題啊 那這都是造成 國人生命財產的相關的損害 那老舊設備啊 這些機械停車位啊 內政部有沒有一定一個標準 這兩類啊 跟李委員報告蠻類的 那機械停車位有沒有使用年限 沒有嘛 按照行政院的固定資材的年事表 這個電梯有 那機械停車位 內政部沒有一個明文的規範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對於啊 這個前不久彰化發生的那個事故啊 它的那個停車位就已經使用15年以上 那電梯的使用年限還比較高一點 機械停車位的使用年限啊 它那些油壓管等等啊 都大概只有三年至五年的壽命而已 但現在機械停車位因為集合式住宅啊 越來越多 大賣場越來越多 這種機械停車位也越來越多 但是沒有好好的規範管理啊 讓每一位駕駛人啊 我們社會大眾人 去停機械停車位的時候啊 心裡都非常的擔憂害怕 那這個部分 我們按照建築物機械停車位設備設置 及檢查管理辦法 目前是每年進行安全檢查一次 每個月維修保養一次 問題的去安全檢查 而不是抽檢 讓這個民眾啊 在搭電梯 或者使用機械式停車位的時候 更有生命財產的保障 部長是不是願意去追蹤 我們願意 但是我會請銀建署訂出一個辦法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請兩立委員